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这一节课开始呢 我们将来进行计算机存储器的学习 因为这个存储器呢比较重要 所以这部分内容呢 将会分成几个章节去学习 我们的这一节课呢 将来学习计算机存储器概念部分的内容 这节课的内容呢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这个存储器的分类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存储器的层次结构 首先来看第一个部分的内容 第一个部分存储器的分类 存储器的分类呢 可以按照这个存储介质来进行分类 可以分为这个半导体存储器 以及这个词存储器 那么什么是半导体存储器呢 半导体存储器指的就是 存储的元器件是由半导体元器件组成的 我们试画当中有这个内存 U盘以及固态硬盘 其实都是属于半导体存储器 那么什么是磁存储器呢 对于磁存储器 它们实际是在金属或者塑料表面 涂抹一层 磁性磁料作为存储介质的存储器 可以有这个磁带 磁盘 那么磁带和磁盘呢 都是属于这个磁存储器的 那么这一个呢 就是存储器按照存储介质来进行的分类 除了按照这个存储介质进行分类以外呢 存储器还可以按照存储方式来进行分类 按照存储方式进行分类呢 可以把存储器分为这个随机存储器 简称为ram 那么随机存储器呢 是一种可读可写的存储器 这种存储器的任何一个单元呢 都可以随机的读取存储的时间呢 跟这个位置呢 是没有关系的 那么除了这个ram 还可以分为创行存储器 那么这个创行存储器呢 就跟这个位置有关系了 因为我们在读取相关内容的时候 需要按照存储的相后顺序 按顺序去查找 相关的内容 那么除了这个ram 以及创行存储器 还有一种就是止读存储器 我们称之为rom 那么rom呢 它是一种止读不写的存储器 我们平时所说的BIOS 以及手机的固件呢 都是存储在这个rom里面的 也就是这个止读存储器里面的 存放到这个rom里面的内容呢 都是止读不写的 或者说很少进行更改的内容 好的 那么这部分呢 就是存储器按照存取方式 而进行分类的内容 接着我们来学习 字节课的第二个部分的内容 第二个部分是存储器的层次结构 在正式开始学习这部分内容之前呢 我们先来思考一下 我们平时考虑一个存储器的话 我们会考虑哪些内容呢 有这个读写速度 那么这个读写速度呢 我们以词盘为例的话 就可以分为这个5400转的硬盘 或者是7200转的硬盘 那么这个7200转的速度呢 是比这个5400转要高的 除了这个读写速度以外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存储容量 比如说对于词盘来说的话 当然是越大越好了 比如说这里面的2T 而对于内存呢 我们也可以以这个G为单位进行描述 而除了这个读写速度 以及存储的容量 还有一个就是价格 那么价格呢 也是比较重要的考虑原因之一 在我们选购存储器的时候 这些因素都是要考虑的 那么这些因素又是怎么样影响 存储器的层次结构的呢 我们接下来就来学习 对于这个读写速度 存储容量 以及价格 我们当然呢 就是希望这个读写速度 越快越好 存储容量呢 也是越大越好 而对于价格呢 我们就是希望越低越好 那么这些因素 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那么为了量化 这个存储器的性价比 有一个专门的单位 去量化的 那么这个单位就是位价 这个位价呢 综合的把这个容量 以及价格 考虑进去了 位价的意思就是 每比特位价格的意思 使用这个位价 可以很客观的去描述 去表达这个存储器的性价比 因为这个位价 以及读写速度的关系呢 就可以把这个存储器 划分为几个层次 这就是我们将学习的 存储器的层次结构 我们可以把存储器 划分为 缓存 组存 以及 辅存 这三个层次 缓存呢 指的就是 CPU里面的寄存器 以及高速的缓存 那么组存呢 指的主要就是 我们计算机里面的内存 而辅存呢 主要是 接存机里面的外部 辅存设备 比如说 磁盘 U盘 移动硬盘等等的 都是属于辅存的 这个层次 那么对于缓存呢 它们的速度是最快的 位价呢 也是最高的 而对于这个主存呢 它的速度是位于中间的 而这个位价呢 也是适中的 而对于这个辅存呢 它的速度是最慢的 同时呢 它的位价也是最低的 因此 在这里面 缓存 组存 以及辅存里面呢 缓存 它的容量是最低的 而它的速度是最快的 组存呢 它的容量 以及它的速度呢 都是比较适中 而对于这个辅存呢 它的容量是最高的 但是呢 它的速度也是最慢的 在前面呢 我们也介绍过 CPU的速度 与这个存储器的速度呢 是不匹配的 所以 我们才需要把这个存储器 划分为这几个层次 理论上 如果不考虑价格的话 我们希望这个缓存 越大越好 但是呢 因为位价的存在 缓存呢 不可能做得越大越好 因此就有了这个存储器的层次结构 所以呢 在就算机里面 存储器的层次结构 也可以使用这样的图示来表达 在图示里面呢 CPU与这个高速存储器 是直接的通信的 同时呢 CPU也可以直接 跟这个组存这些通信 而高速缓存 与这个组存之间呢 也可以相互通信 那么这个层次呢 我们就称之为 缓存 组存的层次 除了这个缓存 与组存的层次 还有这个组存 与辅存之间的通信 那么这个通信呢 CPU是不参与的 那么这个层次 就称之为 组存 辅存的层次 那么对于这个 缓存 组存的层次 它的原理呢 其实是利用了 这个局部性的原理 因为有这个局部性的原理 这个缓存 组存的层次 才得以存在 那么什么是这个 局部性原理呢 我们后面再来介绍 其次 这个层次的实现呢 就是在这个CPU 与组存之间 增加一层 速度快 有点小的Catch 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高速缓存 它的目的 就是为了解决 组存 与这个CPU 速度不匹配的问题 因为有这个 高速缓存的存在 那么我们通过一定的策略 使这个CPU 尽可能的去访问 这个高速缓存 而不是 访问这个组存 我们就可以有效的提高 这个CPU的利用效率 以及 计算机的整一个运行的速度 那么 什么是这个局部性原理呢 我们接下来就来学习 对于局部性原理 老师呢 从维基百科里面 截取了一段描述 局部性原理 指的就是 当这个CPU在访问 存储器的时候 无论是存取指令 还是存取数据呢 所访问的处置单元 都趋向于聚集在一个 较小的连续区域当中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假设 这是一片程序所使用的内存 那么按照这个局部性原理呢 它所使用的内存 主要是集中在 某一个较小的区域里面 就假设是 这个红色的区域 那么这一部分呢 就是程序 所经常访问的内存 那么按照缓存 储存的层次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内存 按照一定的策略 把它置换至缓存即可了 那么CPU在需要使用 这部分内存的时候呢 就可以直接的来访问缓存 来获取这部分数据 而不需要到这个速度 比较慢的内存里面 去获取这部分数据 那么这个呢 就是局部性原理 因为有这个局部性原理的存在 所以这个缓存 储存的层次 才得以生效 和高效的运行在 计算机当中 了解了缓存储存的层次 我们接下来就来学习 这个储存储存的层次 那么对于这个储存储存的层次呢 他们所使用的原理 还是这个局部性原理 那么刚才呢 也对这个局部性原理进行了介绍了 所以在这里面就不再展开了 其次 这个层次的实现呢 是在组存之外 增加这个辅助主主器 比如说增加磁盘 增加SD卡 增加U盘等等 那么它的目的呢 是为了解决这个组存 容量不足的问题 我们来回顾一下 刚才呢 在介绍缓存储存层次的时候呢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对于这个缓存储存的层次 他们的目的 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个CPU 与这个储存速度不匹配的问题 而这里呢 储存储存的层次 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个 储存容量不足的问题 那么什么时候会出现 这个储存容量不足的问题呢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假设你的电脑里面 有一个二十几G的游戏 那么你的电脑 可能只有八G的内存 那么这个游戏 是怎么运行起来的呢 因为有这个局部性原理 我们可以把游戏里面 当前这些使用的数据 加载到储存里面 而对于一些不使用的数据 才存放到这个储存里面去 那么这个呢 就是使用了储存储存的层次 来解决这个储存容量不足的问题的 好的 那么这部分呢 就是储存与缓存层次相关的内容 最后简单的来回顾 这一课的主要内容 分成两个部分 那么第一个部分呢 是这个存储器的分类 在这一个部分 我们按照这个存储的介质 以及存取的方式 把这个存储器分为几个分类 接着在第二个部分 我们学习了存储器的层次结构 那么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综合的考虑了 存储器所需要考虑的一些因素 包括这个读写速度 容量以及价格 因为有这几个因素的存在 使得我们把这个存储器分为了几个层次 有这个缓存的层次 储存的层次 还有这个储存的层次 接着因为局部性原理 我们把这个缓存和储存 结合起来使用 以及这个储存到储存 结合一起使用 那么这些呢 就是我们这节课 计算机存储器概览的内容 做了